好 謝謝 我們已經來到馬基人參與一次 我們來到馬基人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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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2 次會議 現在進行相關的議程 宣讀第 121 次會議記錄 宣讀第 121 次會議記錄 報告案 韓妮 中正區南海隊伍小隊 四七至六六號禮蔡美景 新建峰城林之下 設定港區孫雲璇重慶南陸續所 南海學人溫學館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4 條 會議報告案 結論 本案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4 條 所未有破壞補機制完整 折敗習慣讓貨主色習慣來聽到至於 參與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地被查 之後到進行 即興特保護資料距離執行 案二 南港區清光大陸小隊 1015-11地號24 旅行運工程名及歷史建築 南港衛生大樓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4 條 會議報告案 結論 本案會有破壞歷史建築不完整 遮蓋其外貿護主色習慣來聽到至於 並不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地被查至報告書 其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距離執行 案三 下岸區龍泉專 中正24號交發廣廠 獲建幾萬工程名及歷史建築 三井庫廠 遮蓋其外貿護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4 條會議報告案 結論 一 本案會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就在機關號或塗色機關來聽到至於同意被查 二 請深色單位地被查至報告書及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距離執行 案三 可施各工程單位 辦理工程時發現 舊石財舊水寺之處理原格報告案 結論 同意被查 一 案六 中間居測公工程即使水下水道圍 維護工程挖掘發現地下沉浩時會去代理請行報告案 結論 同意被查 案七 108 年度公佈文化資產品之外 第 14 階段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會議報告案 結論 本意被查 案八 中任區城堂斷二小段 497 地號等 7 名土地 新建築城堂指銷市地鼓器 由台北信用組合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會議報告案 結論 一 本案未有破壞歷史建築 就在旗外發布組設計關來通告之餘 文貴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一被查 最道道書籍谷基監測保護計畫制領時期 案九 新入區中校東路四段地下通網 為公口新建工程 連直轄設定武器活動紀念館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規定報告案 一次結論 1. 本案未有戶壞機制完整 觸蓋其外貿號或註色 及灌熱片道制度 宜逢侶備查 2. 請申請單位 因備查製報道出及 期間測法不計劃距離執行 省議案 案 1. 直轄市地補機 建國補糾場 經歷時間總能要到大樓 除久事 包裝工廠 休戶期待日用計劃審查案 結論 本案決議審查通過 案 2. 直轄市地補機 控制總司令部 原臺灣總督品工業研究所 激歷史建築控制首司令部就職 修復其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1. 本案決定修正後通過 2. 有關修復再利用計畫內容 侵舊園空總園區內 位置文租文化資產生命令建物 補充歷史調查研究 性暢調查等資料後再送文化局 案3. 歷史建築復興公 擴大控制土地範圍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決定同意並跟歷史建築 屬性供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2.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3. 西南側建物可為等歷史建築再利用必要設施 可與後續修復及再利用規劃使用 4. 本案侵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等會配置審查 及補充法辦的後續事宜 案4. 發區合理公路三段212向39號 41號文化資產價值神案 4. 領域公告事宜 3. 中任區華山領過任一站 文化資產價值神案 則論 1. 本案決定同意登入 中任區華山領過任站的歷史建築 2.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3. 本案侵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4.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等會配置審查基礎 都在法案以後是事宜 6. 歷史建築林安派普訴說 不及再利用計劃審查案 4. 案侵委員人數不足 下次會議再行審議 以上會議之後請委員同意備查 好 謝謝 來 各位對於我們上一次的會議記錄 有沒有預先 好 又預先我們請一備查 來 繼續 審議案一 大棟區立化建議段372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侵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八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配置審查案 本案建築會於大棟區敵化建議段372號 坐落於大棟區延平段二小段 206、207、208、208、208、209、5D號等5B5D 建號為延平段二小段83建號 所有全人委託居大吉建築施事務所 於108年7月11日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保存 根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八條規定 其中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二、本局於108年8月15日 邀吉林前郎委員 民庫國委員 張天權委員 劉淑英委員 及薛琪委員 召開電話列審議段372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幹 會幹結論論 經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登入委歷史建築 請申請單位依本局意見修正後 送本局辦理後續 請申請本府國際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聚若建築 考古移植式 以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及會堪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提供報告 及委員相知本資料 這個 這個是37年及107年的行照圖 紅色框為紫案建物 建物的上方是台北橋 這是地形地極圖的部分 紅地圖範圍 這是本案所在監獄面前示意圖 那藍色的部分是建物保存範圍示意圖 那這是現康照片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建物的例面 還有一進一樓共同幣的現況 還有一樓後方天井 然後這是一進的背例面跟一進二樓的部分 有關未來保存管理委會的部分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應由所有權能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保存管理維護請所有人進行說明 登陸範圍之影響評估 所有權人據保存意圓登陸後對現況上無影響 你辦你請同意登陸大孔區 梨花街一段372號為歷史建築 名稱梨花街一段372號店屋 種類、宅地、地址或櫃址 臺北市大孔區梨花街一段372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梨花街一段372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延平段二小段83建號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延平段二小段206、207、208、2081、209地號等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時特數據為準 登陸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本建物為1910年代所建 空間格局為一坎一季過水 左右牆為702所棄之後牆 品質良好、棄法、講究為日治時期流存的原有構造 具保存價值 二、原為中北街城牌街屋 以台北橋改建拆去北側樹作街屋時 從街屋成為街角建物 為梨花街北側入口具門屋作用 呈現台北橋歷經清代日治等時期 拓建市都市發展過程 三、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 及輔助版本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三、款登陸基準 本案提醒本審議或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謝謝 李建築有要說明嗎? 好,各位委員對這個案子有沒有先? 好,沒有我們就先請投票 aku lif perquè我別人 variabl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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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不要先说一下新的规定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宣布一下在108年的12月30日的时候文化布施有修正那个那个什么文化资产神议会组织 以及无作办法的第四条 就是21初期三分之二同意 那现在就是21初期过半数 就是21同意 是的 这样各位要记得好 好 那刚才这个案子 大同区独化街一段372号 独化之谈下去神秘的国家结果 我们委员总共21位 初期14位 初期委员14位同意 所以本案同意分入 大同区独化街一段 专门第12号为历史建筑 再来 神秘2大同区独化街一段 第32号文化资产交集成案子兄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 考历史建筑纪念建筑 登陆被制成长期指出办法办理 办理情形1 本案建物位于大同区独化街一段 132号坐落于大同区 岩平段三小段 690 691 691 691-111号等 下面领定 建号为岩平段三小段 216建号 所有权人委员 郭永珍建筑事务所居 108年7月19日向本局申请文化资产保存 本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18条规定 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 2 本局于108年8月16日 邀籍劉璇委员 建议登陆维历史建筑 请申请单位1 委员意见补充修正 送本局办理后续 续送本委员会生意参考 专案小组委员意见及 匯刊照片 文化资产价值 平均报告 请委员相三紫本资料 这是47年级107年的航照图 框为指案建物的部分 这是地形地极图 光地位范围 这是周易芳商行的历史资料 这是日志时期台籍 我们可以看到建物历面 还有一楼的天花板造石 还可以见到他原本的木行的部分 二楼保有多样的古物 有关未来保存管理委员 封身份 英文化皮肠保存法 规定应由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维护 因此未来保存管理维护 请所有人进行说明 登陆范围之影响评估 所有权人具保存意愿 登陆后对现况上无影响 你办已请同意登陆 大同区迪化街一段 一三二号为历史建筑 名称周易芳商行 种类载地 地址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一段 一三二号 历史建筑及其所定住 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 历史建筑本体为 零化街一段一三二号 建筑本体建物为 研平段三小段二一六建号 坐落土地为 研平段三小段六九零六九一 六九一至一地号等三地土地 实际保存面积区域 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 登陆理由及其法令依据 本建物是一九二三年 即为中式家族所有至今 文艺坎二落二破水专造建物 保存原有建物行事元素 正面移朔具 研尖建筑特色 內部格局能保有 大澳城地区民间传统 建物样貌 二成为台北最大文具貿易商 周一方周鸿重视为日制时期 日本画制女性画家 二楼大厅及卧室内的家具 文物保存及家具人文历史价值 三符合历史建筑 紀念建筑登陆庇址審查及辅助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 第一二三款登陆基准 本案提醒本审议会审议兵议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好 谢谢 练习的此人建筑师是吧 有没有意见 好 来 各位委员对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好 那没有我们进行投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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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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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委员意间中有提到的水井跟洗衣槽 正身外观及内部 以及先看委员有建议应将聚入的门点保留 未来如有开发新建将别人潜入新设计中 左右雾龙的部分 右雾龙外观内部应有人居住所以没有办法拍摄照片 左雾龙的外观 左雾龙的外观 支部份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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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那它现况是正身级左右附近的正面 整真而完整 然后其余多都已经损毁 上游然居住 所有權人能保存意願 大部分的所有權人是沒有保存意願 價值分析 當日未開六位委員 由五位認為去武漢資產價值 一位認為去武漢資產價值 那內的歷史建築 那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本案建議不指定補給 不增入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後續由所有權人進行管理維護 本案已僅同意本案建物不指定補給 不增入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並解除烈色追蹤 本案提醒的審議會審議 因審議決定辦理後續 好 謝謝 本案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到的較多 我先確認一下 有關提報人相對的關係人包括 陳雪香 蕭天子 為所證 蕭天子 然後為去 會議 然後會議有 另外一個會議 那我看你們都有表達說要發言 一個是我們的會議的規定規則是 一人最多五分鐘 希望你夠親屬間轉的表達 因為人比較多 另外還有兩位民眾是 就是禮更頂 那等一下 我確定一下 有表達的民眾孫其 那部分聯合發言 發言是以三分鐘的一線 我是把這個提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 這個厲害萬希人的發言先開始 來 位先來 我們就按順序好了 陳雪香 好 請坐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對本案我有兩點補充的說明 第一點我們都知道歷史建築 歷史古蹟 歷史文物 其實是政府國家珍貴的一個資產 政府每年都邊有預算 來做相關人力物力來做維護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後人能夠借由歷史建築 歷史古蹟來追尋整個歷史發展的軌跡 以及就是說曾經在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 相關的一些人時利物 尤其是在重要的這些人物 是不是有參與在這個歷史裡面 讓我們能夠緬懷這些 追思這些歷史的價值 那其實政府這樣的指定的歷史建築 其實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希望能夠借由歷史古蹟的一個指定 它能夠發揮我們歷史古蹟外部最大的一個效益 那本案來講 它只是一個單獨的一個古老的建築 它並不是一個群聚的一個建築 它只是一個單獨的一個簡單的一個建築 只是因為年代比較久遠 所以它並沒有群聚的效應 再者呢 它從來也沒有相關的一些名人 或者重要人物曾經在此住過 所以它只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單獨的建築 所以我們認為它充其量 它只是一個年代久遠的一個補措而已 最主要是它並沒有剛才我所提的 就是說你列為歷史建築 歷史古蹟呢 它應有的發揮歷史古蹟的一個外部的效益 它並沒有這方面的一個價值存在 這是我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說明的話呢 本來呢它經過這個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呢 列策追蹤已經達到數年上了 那除了環境雜亂有阻礙地方的發展以外呢 另外呢這個案子呢 事實上在列策追蹤之前呢 它其實 臺北市政府已經做了一些初步的交通建設的一些規劃 工廠也花下去了 如果今天我們再把這個案子呢 列為一個歷史建築來講的話 除了造成當地民眾的期待 跟它的生活上的公方病以外呢 事實上所有的工廠投入都是一種損失喔 因此呢 這個案子尤其重要的是說 它對於那個本案呢 建物的一個所有權人呢 它權益的受損呢 那更是龐大喔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憲法是第15條有規定 人民的財產呢 應該受國家的一個保障 國家的一個保護 那這個案子來講的話呢 相關的這個 建案的所有權人 它權益已經受到了重大的一個損害 所以今天在此呢 我特別懇求呢 各位主席還有各位專家 各位學者 各位委員呢 你們能夠體恤民意 基於你們的專業呢 盡速呢 將本案的這個列車追蹤 追蹤於廁所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是 它的生意如果太大 可以稍微想一些 它有太大生意 稍微想一些 其實桌上的就可以了 為什麼還需要那麼多 桌上就可以了 第二位是蕭文 如果是同樣的意見就可以 這個盡量減轉 同樣意見的話 好 請 主席 各位委員 剛剛的成語事務報告的也很好 他大概都會講的 重點也好 所以我不再重複 但是我要表達一個重大的信息 就是 上面那一張圖 上面那張圖 六米計畫大圖 通到屏閃 通過屏閃的這邊 所以如果 劃定了古蹟的話 必須要保持 其他一段就比較多 但是它公布 故事計畫已經公布了 它前半段 是我們站到 後半段已經有開花 已經有 重點路一段 十項 一號三號 總共十二戶 變向這一個開花的建築線 建築文藝的 如果你化育了古蹟 勢必後面 也有辦法 造成不穩下